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起床的时候 应该是最精神的时候 你会不会做运动 接着是怎样 阅读 是不是很重要 你幻想一下有什么好得过 就是当你起床的时候 各位朋友 无论你是打工或者做生意 其实我们会问究竟 会不会有些事情是吉时的 每天有没有一些好些时间做某一样东西的 这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 也分享一下究竟 我们每天有什么吉时 尤其是在周五之前 可以做到什么 还有什么时间做什么 可以令到你的人生或事实更好 今天就会和你分享 早上五点到七点 叫做卖时 我这个时间就会起床 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做什么 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起床的时候 应该是最精神的时候 你会不会做运动 然后是什么 阅读 是不是很重要 你幻想一下有什么好得过 就是当你起床的时候 外面还是七黑一片 你的商业对手 或者你的同事都没有起床 但是你已经在做运动 锻炼身体 学习锻炼脑袋 你觉得你每天都在吉时做这两件事 你会不会更胜一筹 应该会 所以就好像我们第三个 我们公司的 叫做We are sponge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好像一个年花 每天吸收的知识 在什么时间 就是在早上五到七点 这个就叫做卖时 还有什么是吉时的 有什么好得过 就是当你回到公司的时候 你和你的团队 是即时在开会 在讲一讲 今天的策略 今天有什么的焦点 要做什么 令到你今天有一个成功的一天 是不是很重要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团队 就是一回到公司 什么都没有谈 就即时坐在那里工作 其实你问他 其实你还在做什么 你可不可以看到 就是说 如果一队球队 他们每天是需要练习 才可以赢球 但是当他回到球场的时候 大家是没有沟通的 只不过在球场上 乱这样练乱练习 所以为什么这些 只不过是业余的球队 然后我们公司 我们其中一个的 叫做We are you team work 我们就在这个指示 我们就会讲清楚 那天的策略 应该做些什么 有什么要注意 好了 而在我们租五之前 还有一个 我叫吉时 是什么时间 就是 11点至1点钟 这个时间 好了 开会 有什么好得过 就是你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 我们做一些叫Deep work 没有了旁边的噪音 你响回你自己的位置 响回你自己的房间 很深入地做你所做的事情 还有用这个时间 做多些策略性的工作 尤其是你老板 老板记住 你不要做太多的日常工作上的东西 因为当你很忙 只是做日常工作上的东西 你就不记得了你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带领你家公司 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坐下 是Map out好你公司的方向 那你怎么带领公司呢 所以11点至1点 坐下在那 Map out你的Schedule 你的Strategy 我做了一个叫The break barriers 的时间 这个也是我公司第一个call 我们怎么可以领先同行 就是用这个时间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住 接下来三年了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你说是 真的在早上的这几个钟头 是可以做得很多事情 而你想身边的朋友 要进步 记得把这个视频 分享出来 Hello 各位朋友 祝你好牛年有一个振兵的一年 我们今次的BCM 推出我们第一个BCM 賀年激励礼包 但是好消息就是 今次我想是 免费送给大家的 所以你看到下面 我按下去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在外面是没有公开发售的 第一个激励礼包 不要浪费你的机会 我们只会送出 是50份出去 送完就没有了 那下面的按钮 免费送给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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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